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Blink程式到底在干嘛 首先这个分成两个区块 VOID Setup 还有一个Void Loop 有这两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是这边 第二个区块是这里 那我们先来认识这一块区块做什么事情 这前面有两条斜线代表的都是注解 我们暂时先不管它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其实这里就是跟你讲说 它在控制第十三角 第十三就是这个位置 那第十三它也会跟这个LD灯相连 所以等于是就控制这个灯 控制这个灯干嘛 嗨就是说我今天给你电 这个肉就是不给你电 所以就是说我今天给你高电位给你电 然后呢接下来延迟一千单位是毫秒 一千毫秒相当于就是一秒 所以意思就是这两句话加起来 就是说好叫告诉第十三的位置说 给你电总共给你电给你给你多久给你一秒 然后再肉就是不给你电哦 就是说十三只脚我不给你电哦 我不给你电多久一秒 所以也就是说这叫做亮一秒 这叫做暗一秒 那我们现在可以试试看 如果我们要让这个灯闪的快一点 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改这里 比如说我改成亮成200毫秒 亮200毫秒 按200毫秒 那这样子 待会看一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改好之后呢 其实我们直接按这个上传就可以了 按上传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去编译 然后就上传了 那待会请你仔细注意一下这个位置会发生什么事 当然要等这边上传完才知道 稍等片刻 这个片刻 好上传中 好上传完毕 好注意 这个灯开始闪很快了 好那现在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小工作 你可以试试看 它到底这里闪到多快 你才会觉得说 它都没在闪 什么意思 当灯闪的越快的时候 其实人眼去辨识它的能力就 我们越不容易辨识那种闪很快的灯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到底要闪多快 那你就改这两个数字就好 试试看可以改到多少 那这就是你的工作咯 所以您的事字就要能见过 那么说